水性漂流罪误人 生情起欲献天真 此中消息须看破 断绝贪吃 敬养神 谢谢诸位 谢谢您捧场 刚才念这几句呢 打的是个比方 佛教里面说 众生有三毒 所以是贪嗔吃 制造各种各样的烦恼 那么今天念这几句闲词呢 就把这些烦恼比喻成水 说水性漂流罪误人 生情起欲献天真 那么前文书给您说过 收红孩儿的时候 我给您披过这个 观世音婆子出来 收了两个妖精 一红一黑 一个代表火 一个代表水 那么观世音菩萨叫 观自在菩萨 内观自在 灭火灭水 才能修成正果 那么这个水和火 就象征众生之烦恼 今天念这几句 仍然如此 打这个比方 这个水啊 人心如水 如果不加以整治 蔓延无际 就能害人 就能成灾 另外 翻江倒海 本来清静的一潭水 最后就能变成一潭浊水 泥沙 俱下 这就是人生的烦恼 那为什么念这几句呢 西游记说到这儿 正给您说到 黑水河 9981难 说到第32难了 叫黑河沉没 说完红孩儿 紧接着就是这一难 所以 贤文书学徒 我给您批红与黑 不是我瞎批 您看 说完红孩儿 紧跟着就到黑水河 仍然是红与黑 而且红孩儿为火 黑水河为水 仍然是水与火 红与黑 所以西游记大预言 处处有寓意 不能拿着当 普通的神怪小说看 那么到了黑水河 西游记编这名字多好 黑水河 前文书给您说 整个这条河 波翻黑浪 这就是如同 人心之中一潭浊水 污泥浊水 叫泥沙巨下 所以这水里面就有妖孽 9981难处处有妖孽 那么这妖孽 无非就是人生的烦恼而已 那么此中消息须看破 您把这个消息看明白了 把西游记这一点看明白了 断绝贪吃敬仰神 修行就到家了 所以西游记也是修行之术 几句闲言 书接前文 接演西游记 上个礼拜正给您说到 黑水河中 这个陀龙成经 名幻陀杰 是西海龙王敖顺 到外圣 那么孙悟空 兴师问罪来到西洋大海 面见这位敖顺 另外让孙悟空抓了一个好的把柄 就是这驮杰 给自己的亲舅舅 写了一封请柬 让敖顺到黑水河 赴宴 吃糖增肉 给舅舅要暖瘦 这份情简 不偏不歪 不早不晚 正落入孙悟空之手 孙悟空拿了个大把柄 这一下 把奥顺吓坏了 魂飞魄散 夫通一声跪倒在地 大圣 大圣 您容我细讲 这孩子的确是我外圣 不过 他身世可怜 敖顺 就在孙悟空的面前 告诉孙悟空 这孩子 是我妹妹和金河龙王所生 金河龙王被魏征梦中所斩 犯了天条 已经死了 我妹妹 前年 病故于西海龙宫之中 所以这孩子 无父无母 这么个孤儿 孙悟空一听 无父无母 你也不能纵容他为非作歹的呀 大圣 这个孩子呀 上到还有几个哥哥 宋悟空一听 啊 还有哥哥 有多少哥哥 有八个哥哥 我说孙儿啊 你把他这八个哥哥都告诉我 他这八个哥哥都在哪 没妖作怪 我说保住我师父 一路西天取经 万一再遇上什么河 再遇上什么海 碰见那水里的妖孽 我都往你这想了 这都是你们家亲戚 熬顺一听 嗨 大圣 没有这回事 他这八个哥哥 都是好样的 我这妹妹 和京和龙王 一共生了九个孩子 这九个儿子 前八个 都是好孩子 大圣 你要不嫌叙分 我慢慢跟您说 我妹妹 生的大儿子 长子黄龙 镇守 怀毒 那位说什么叫怀毒 这个毒啊 就是读书的毒 您把那盐字边去掉 灌成一三点水 这还念毒 什么意思呢 就是沟 原意就是沟壑 那么中国古人呢 认为 中国境内 天下有四毒 就是四条大的河 这四条大的河 最终都汇入大海 所以为之四毒 那么其中一条 就是怀水 熬顺告诉大圣 我妹妹生的 大儿子 长子黄龙 就镇守在怀河 怀毒 四子黎龙 镇守己毒 就是脊水 发源于河南 流经山东 入海 所以您看现在 山东省省会 叫脊南 就是脊水之难 就是脊毒 那么中国古代四毒 一个是怀 一个是脊 都是奥顺他们家亲戚 奥顺接着告诉孙悟空啊 我妹妹生这第三个儿子 青背龙 镇守江毒 另外老四 赤然龙 镇守河毒 孙悟空一听 好 四毒 都是你们家亲戚 江河 怀己 这就是中国古人说的四毒 你要现在看呢 北京有一个地方 哎 离这儿好像也不算太远 再往南去 仙农坛 仙农坛那个地方 过去古代祭祀神农市 祭祀仙农 另外呢 祭祀五月四毒 五座大山 五月 另外呢 就是四条主要的这条水 叫自读江河怀己 这是四位了 奥顺告诉大圣 大圣 我妹妹生这第五个儿子 扶牢龙 为佛祖守中 六子 叫吃吻龙 替神功赠己 另外 老七 叫敬重龙 为玉帝 看守 晴天华表 老八 叫 圣龙 现在 我家大哥 东海龙宫之中 跟着我大哥 一块 历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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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孩子 这老八 叫 圣龙 那边说 什么叫 圣龙 这 圣 据说 就是贝壳 古文啊 您要查一本书 汉代 许圣写的 叫 说文解字 您查 这圣字 它解释什么呢 置入海 化为圣 就是这野鸡 飞到海里头 就化为圣 这圣是什么 就是大贝壳 大嘎了 就是圣 那古人这个科学常识啊 不得不让我们佩服 这野鸡飞到海里头 能化成贝壳 这也不知道是什么化学反应啊 这个不可考证了 但古人就这么说 说文解字里明确解释 是圣 置入海为圣 这圣呢 就是大嘎了 大胃壳 那么这圣呢 据说在海中 能吐气 在海中吐出气来 海边的人呢 一看呢 在这个气里面 有亭台楼阁 所以留下一句话 叫海市圣楼 就是这个圣 这字怎么写 上面是尘 底下一个虫子的虫 生尘的尘 下面加一虫 这就是圣 那据说呢 这也是龙肿 他喷气 出现这个 亭台楼阁的幻景 叫海市圣楼 所以熬圣告诉孙悟空 我妹妹生这第八个儿子 就是圣龙 现在我大哥 东海龙宫之中 跟着历练 这八个孩子 都是好样的 各有差事 唯独这老九 大圣 就是您在黑水河 遇见这妖孽 他是什么 他是驼龙 这驼龙 前文书给您说了 就是养死鳄 鳄鱼 那么这驼龙呢 岁数最小 而且生性最叛逆 可能也加上青春鸡 也不大好管 另外呢 父母双亡 我呀也是可怜他 把他带在身边 他母亲前年顽固 我一看这孩子 一天比一天大 不能老守在身边 我呢就把他送到 黑水河那儿 我让他也在黑水河那儿 跟着黑水河神 一块锻炼锻炼 将来呢 立下个 蹭功半职的 我也好像御帝宝藏 到时候呢 再给他生迁别人 我哪知道 他闯下这么大的祸事来 碰碰碰一听 哈哈 孙儿啊 先别忙 我听着怎么有点糊涂 我说 欧顺 你 几个妹妹 大少 我就一个妹妹 你一个妹妹 嫁几个妹夫 哎大圣 您这怎么说话呢 我一个妹妹 就嫁一个妹夫 我妹夫 跟您说呢 金河龙王 犯了天条 被卫生所斩 已经死了 那不对 你一个妹妹 嫁一个妹夫 怎么生下正确杂仲啊 哎大圣 别骂贱 什么叫杂仲啊 你看 欧顺 你看看 你刚才说的这么些个 黄龙 梨龙 梨龙是什么 梨龙就是黑色的龙 梨啊 马子边一个美丽的梨 这个原意呢 就是黑马 纯黑色的马 为之梨 那么这二儿子叫梨龙 就是黑龙 大儿子是黄色 二儿子是黑色的 然后青背龙 青色的 赤然龙 红色的 什么色都有 这再往后 大背壳 杨子饿 长什么样都有 这是一个妈生的吗 大少 您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龙生九种 种种个别呀 孙悟空听了点点都 哦 这句话我听过 这敖声告诉孙悟空 龙生九种 一条龙 生九个孩子 各不相同 我们常听这个 叫龙生九子 西游记里面 借敖顺之口 说了几样 但是一般我们说的 龙生九子 众说分云莫终一世 好多种说法 我知道的 有一种说法 比如说 明代 这个人叫张代 张宗子写了本书 叫夜航船 他在这个夜航船里面 就写到龙生九子 这龙生九子都是什么呢 按照他这说法 头一个 避细好重 避细好重 吃稳好望 福牢好名 避暗好危 牙字好杀 超窃好食 大夏好水 酸泥好烟 焦涂好咸 各有一号 而且长的呢 也各不相同 避细 长的就跟乌龟差不多 这个呢 他的喜好什么 就好负重 所以避细好重 驼背的那个 为之避细 这是龙生九子之一 避细 再有一个 说吃稳好望 这个吃稳 龙生九子里面的一个 号呢 登高望远 所以他喜欢高的地方 那么给他搁哪呢 屋脊上 中国这屋顶啊 一条正脊 下面呢 两面坡也好 四面坡也好 都有屋脊 那么正脊的高级宫殿 这屋脊两端往上翘 翘起来那个 做成一个龙的形状 这个东西就叫吃稳 就屋脊两端 镇脊的那个神兽 为之吃稳 所以龙生九子 这第二个吃稳 号望 登高望远 那屋脊最高 给他搁那儿了 刚才 敖顺的话里面 就提到过 他说了自己 这妹妹生了一个孩子 吃稳龙 替神功镇脊 那么这就是一般说法里面 龙生九子之一 再有一个呢 这龙生九子里面 还有一个叫仆劳 仆劳干嘛 仆劳好名 喜欢教唤 那刚才 敖顺的话里面也说了 我这妹妹生了一个孩子 叫仆劳龙 替佛祖守钟 那么你要看那寺庙里面也好 或者哪挂的那个大钟 钟上面有钟钮 你得把这钟 不管是穿在木头上 还是怎么着挂起来 这个钟钮 一般的做成一个龙的形状 那个龙的身子 弯在上面 当成钟钮 你要想看的 最 最近距离的 能看清楚的 我建议您 后海岸边 有位名人的故居 这位呢 姓郭明墨洛 郭墨洛他们家呢 二门 垂花门呢 垂花门外头放着两口钟 是他收来的文物 清代 两口同钟就搁在地上 所以呢 您可以特别近距离的看到 那个钟钮上面 坐的就是龙的形状 这个东西就是龙生九子 叫扑牢 扑牢爱鸣 喜欢叫唤 所以给他住在钟上 但是呢 这个扑牢一般的情况下 不叫唤 什么时候叫唤呢 记载里面说 扑牢欲经则鸣 看见海里面的鲸鱼 这扑牢啊 害怕这鲸鱼 一看见鲸鱼 这扑牢一害怕 咚 就叫唤 所以你要看寺庙里面 壮钟的那个木唇 一般雕成一条鱼的形状 刻成鲸鱼的形状 那个就是鲸 所以拿这个鲸 壮这个钟 一壮这个钟 上面那钟钮 就是扑牢 扑牢一看 壮钟的木唇是条鲸鱼 扑牢在上面一害怕 咚 就叫了 所以这龙生九子之一 扑牢山明 住在钟上 再有一个呢 壁岸 壁岸 浩威 长得像老虎 一般给它搁在哪呢 搁在这个监狱 监狱大门上 特别的威严 象征正直 威严 这个就是壁岸 再有一个呢 叫牙字 牙字 好杀 一般刀剑上面那个吞口 就是牙字 所以留下一句话 叫牙字 必报 这个东西 生性好杀 龙生九子之一 那再有一个呢 叫饕贴 青铜器上面 顶上用的最多 饕贴 好食 特别贪吃 据说呢 只有脑袋 就剩你脑袋了 大嘴 特别能吃 所以一般呢 给它住在顶上 这个顶啊 不是烧香用的 很多人看见那顶 都说这顶是烧香用的 瞎掰 顶是煮肉用的 顶是锅 忠明顶食 所以顶就是大锅 那么把这饕贴 就住在顶上 那么饕贴好食 再有一个呢 叫坝下 坝下好水 一般呢 给它叼在桥上 你要看那桥 出两个龙头 那个就是坝下 它好水 再有一个呢 叫酸泥 酸泥长得像 长得像狮子 酸泥好烟 所以啊 那个香炉的腿 你要看寺庙里 大香炉 下面三个爪 做成这个狮子的样子 这个就叫酸泥 那我说书呢 特别喜欢说一句词啊 这个当兵的特别的雄壮 特别的威武 叫老扎酸泥腿 挺战虎镖区 这就是酸泥 那 好烟 所以香炉上那个 就是酸泥 再有一个呢 叫焦图 焦图好咸 就是他特别喜欢清咸 最好什么事都没有 那么给它搁哪呢 搁在宫殿大门上 大门上那铺首 你要看故宫 故宫大门上除了那个998 一颗门钉之外 有两个像门环一样 其实没有环 像两个狮子头 叼两个环 但是其实那环呢 是假的 没有环 就是狮子头 往那一搁 一些象征性的 有个环 那么那个就是焦图 有环呢 还得敲 不够清咸 假活 搁在这 什么事都没有 纯装式性的 这个东西就叫焦图 焦图好咸 那么这就是龙生九子 种种不同 那么熬圣告诉孙悟空 您没听说这句话 一龙生九种 种种各不同 所以我一个妹妹 嫁一个妹夫 生出来什么模样都有 您遇见这个陀龙 叫陀杰呀 就是我妹妹 生的第九个孩子 我不知道她为非作歹 大圣 您千万不要怪罪 孙悟空点点头 行啊 不知者不怪罪 我说孙儿啊 要淹老孙的脾气 我就应该一个跟头 到玉皇大帝那 告你一状 告你一个接连 要挟 抢夺人口 放纵亲属 为非作歹 给你定下十六个字的油桶 你这官司 你就打了吧 不过 既然你说的这么可怜 这个孩子 无父无母 生性叛逆 你又不知情 也罢 我说既然是你家亲戚 这回 俺老尊 别动手了 你派个人 把他捉回来吧 是是是 大圣 大圣请收代 大圣收代 来啊 换太子前来 敖顺一声令下 把自己西海龙宫 这位太子 叫摩昂 这是 敖顺的亲生之子 把太子摩昂叫来 吩咐摩昂 带五百 虾兵蟹将 立刻 跟着大圣 前往黑水湖 把这个拖鞋 给我捉了回来 摩昂赶紧下去 整顿人马 点起五百 虾兵蟹将 这点动人马 熬顺一看 大圣 大圣啊 就在我这西海龙宫 暂且休息休息 我让他们预备 风风盛盛的酒宴 大圣 老龙给大圣赔罪 行了行了行了 说啊 免了吧免了吧 咱们谁跟谁呀 我手里 使这家伙事 还是你们熬家兄弟 送给我的呢 咱们这交情不浅呢 行了 甭赔罪了 酒席也不吃了 我师父现在有难 我着急回去 等摩昂太子 点起了人马 我立刻就走啊 大圣 吃杯香茶 倒也使得呀 来来来 香茶之后 有龙女过来 捧了一杯香茶 递给孙悟空 孙悟空啊 就站在这儿 也不落作 一饮而干 吃完这杯香茶 魔王太子 点起了五百虾兵蟹将 顶盔罐甲 罩袍戴 披挂整齐 带着这五百虾兵蟹将 辞别西海龙宫 跟着孙悟空 直奔黑水河 等到了黑水河 孙悟空念动 避水诀 可就上了岸 岸边上 沙河上和这黑水河 这位正神 正在岸边 等着呢 等来等去 等去等来 水声一响 一瞧 自己的大师哥 从水里头回来 大师兄 您驾云而去 怎么从水里回来 孙悟空 一五一十如此如比 这般这样 就把以往的经历 告诉给沙师弟 告诉给这位 黑水河的正神 这仨人 就在岸边等候 等着魔王太子 捉拿妖孽 打救自己的师父 按着这三位 在岸边等候 咱们暂且不提 单说这位魔王太子 魔王太子 带着五百家兵蟹将 从西海而来 来到黑水河这儿 一瞧 黑水河神府 近在眼前 魔王太子 传下命令 就在黑水河神府以外 安营下寨 扎下一座大营 扯起旗号 这一家 早有巡河的小妖 禀报给这位 黑水河的陀杰 陀杰一听 啊 我今天早上 派黑鱼精 到西海那儿下情浅 请我舅舅 来我这儿 吃糖生肉 我给他暖烧 我静静孝心 怎么着 我舅舅没来 看旗号 是我表哥来的 孩子 旗号看得清楚吗 看得一清二楚 在咱们这黑水河神府以外 已经安下营寨 营寨之上 高挑一面大旗 西海储君 魔王小帅 的确是您的大表哥来 嘿 这怎么回事 我舅舅不来 把表哥派来 表哥来就来 直接到我府中了 干嘛 还安宁下斋 这是怎么回事 孩子们 出去调 这坨截 吩咐黑水河的水族 出去看 另外暗中嘱咐贴身的小妖 孩子 把我的披挂 冰刃准备好 唯恐有变 有小妖给他捧着 十三节竹节钢鞭 还有这坨截的全副披挂 坨截戴着和府的小妖 离开水河 往外边一瞧 哈哈 还真是的 惊奇招展 袖带高扬 一座营寨 高挑旗号 西海储君 魔王小帅 这坨截眼珠一转 这里头有事 脱节带人来到营门以外 对 谁 把守营门呢 从营里头 出来这巡营的 这是魔王带来的 什么玩意儿 龙虾 本家姓麻 这巡营的龙虾一看 脱 脱子 您 来到营外 有何贵干 您倒先问上我了 我倒想问问 我大表哥来到我府外 安营下寨 也不进府 所为何来 去 进去通报一声 告诉我大表哥 就说我脱节在营外相请 师父 您等着 自溜一下 龙虾跑多快 来到中军大帐 禀报给太子 摩昂 摩昂 正了正头上的金冠 紧了紧 腰中的宝带 一伸手 把自己 衬手的这件 冰刃 抄在手中 三棱 金庄 剪 抄去这金庄 剪 卖大部 走出营外 身背后 五百 虾兵蟹将 排开阵势 这真叫二龙出水势 往两旁一列 往居中而战 怀抱三棱 金庄 剪 用手一指 对 婆爹 来到营外 相请何干 这陀龙一听 怎么都反问你去 你来到我们这 我还没问你呢 啊 大表兄 大表兄 金嫂 我派黑鱼精 特下请柬 迎请舅爷 前来 怎么 舅爷没来 想必是公务繁忙 脱不得身 莫非 还大表哥 您前来吧 好姐 请我不到此 作甚 大表哥 我那个 请典上啊 写得清楚 我呀 从小蒙 旧 父恩 养 无以为报 最近 我得了样好东西 是东土 大唐来的圣僧 前往西天 取经的和尚 我早就听说 他是实事修行的好人 吃他一块肉 能够长生 不老 小弟 我可不敢独吞 所以我写了份请典 请舅爷前来 替舅爷暖寿 共享 唐僧肉 母王 双眉紧锁 二目 圆征 用手一指 脱姐 你可知 哪和尚是谁 大表兄 我知道 我不知道 还不抓呢 他是唐僧啊 脱姐 你只知道 他是唐僧 你不知道 他手架 还有徒弟呢 大表哥 我知道他有徒弟 他那徒弟 不怎么样 他有一个胖徒弟 让我一块给逮来的 都在锅里 一会儿 架上火就蒸了 蒸熟了 咱们就吃了 他还有别的徒弟 你不知道吗 表哥 别的徒弟 我也监视过 有一个 长得满脸 晦气的一和尚 手里是 祥妖宝障 来到我的水浒 口口声声 要的师父 要的师弟 让我打跑了 能耐不行 母王一看 婆爹呀 你不知道 他还有个大徒弟呢 那大徒弟 可了不得呀 大表哥 他还有个大徒弟 对了 他那大徒弟 五百年前 大闹过天宫啊 号称齐天大圣 蒙南海观世音菩萨 点画 归一佛门 起名叫行者 本名叫悟空 妥姐 妥姐 你是不是闲得没事干 放着地上的祸不惹 你惹天上的祸 你抓他的师父 那孙悟空 岂能跟你散罢甘休 倘若他面间 遇地 告上一状 到我父亲 接连要挟 抢夺人口 纵放亲属 为非作歹 妥姐 慢说这黑水河 你待不下去了 就连西海龙宫 我父子二人 行命休矣 妥姐 把嘴一撇 大表兄 别提着吹 表哥 咱们是至亲骨肉 你怎么替外人说话 孙悟空 孙悟空有什么了不起 让他来 跟我比划比划 能跟我打三个回合 我呀 把他师父 把他师弟 完好无损 交给他 跟我打不了三个回合 败在我的手下 嘿嘿 大表哥 我 连这孙悟空 一块上锅争 表哥呀 您 别提外人拔创 摩昂一听 哈哈 脱节 脱节 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你还想跟孙大圣 比划比划 来来来 你先战胜我 掌中的金装点 再跟孙大圣 比划吧 这脱节一看 大表哥 长这么大 咱们哥俩 没红过脸 可没动过手 如今您为个外人 要跟兄弟 要跟兄弟我 比划比划 我可不怕您 表哥 您要是打不过我 嘿嘿 表哥呀表哥 可别怪我 我脱节四脚 父母双亡 从今往后 我也什么亲戚都没有了 我把门一关 唐僧啊 我谁也不请 我自己吃了 带着我 府中的孩子们 连吃带喝 连唱带跳 什么亲戚 我自己吃他娘个快活 这魔王一看 我捏着 看见 手中举三棱金装剪 要跟驼杰动手 驼杰一百种 表哥 慢着 您浑身上下 披挂整齐 我还没穿戴 带我 披挂进来 说声披挂 旁边有小妖 给这驼杰捧来 全副的披挂 这驼杰 就在两军阵前 顶盔冠甲 赵头树带 拴挂十五 披挂整齐 一伸手 把自己 衬手的兵刃 十三杰 竹节 钢鞭 停在手中 大表兄 咱们哥俩 谁先动手 驼杰 你先来 我让你 一个回合 这驼杰 也不客气 把钢鞭 高高举起 搂头盖顶 边带风上 直奔自己 大表兄 这位西海龙王太子 摩昂而来 这摩昂啊 一不慌 二不忙 往旁边一闪身形 驼杰这一边 打过来 摩昂往旁边一闪 这一边打空 驼杰这劲儿太大 一边打过去 这劲儿收不回来了 这一边打空了 摩昂往旁边一闪 掌中三棱金装 箭 打 整抽在这驼杰后背上 打这一箭 打在后背上 这驼杰 登登登 往前 一个列箭 摩昂太子 一身脚 底下使一个绊 扑扑 一个回合 未到 这驼杰 就摔倒在地 扛了 十三节竹节纲边 也撒了手 人就摔在地上 这摩昂 把这三棱金装点一举 驼杰 你连我这一篮 你都跨不过去 你还想打孙大胜呢 起来吧你 这驼杰 揉揉身子 往起站 这背上 打得生疼 摔着一下 连也抢破了 坑坑迟迟 往起站 表兄 表兄 这 这不算您的本事 我没瞧清楚 摔倒在地 好好好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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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哥俩再打的 这驼杰站起来 把自己这十三节竹节纲边 又抄在手中 二次跟摩昂打 仍然是一个回合 不倒 不太 一点 抽到耐心 这回 我没使半子 扶不扶 不扶 起来 再打 起了三回 打趴下三回 摩昂太子 拿着金装点一纸 起来 拖着趴在地上 眼珠一翻 不起来了 再起来 还得打趴去 扶不扶 扶 扶 摩昂太子 被吹灰之力 吩咐一声 绑 手底下 虾兵蟹将 网上一围 麻尖头 龙二倍 绳捆锁绑 最关键的一条 拿铁锁 从这琵琶骨罩 穿过去 把这陀杰 铁锁链子 锁住 琵琶骨 任你有再大的法力 你也施展不得 摩昂太子 一伸手 哇 一抖这铁链子 拖铁 扶起我上岸 拉着这铁锁 带着陀杰 奔波踏浪 来到 黑水河东岸 等上了岸 看见孙悟空 看见沙河上 看见黑水河的 正神了 摩昂太子 一抖手 跪 把这铁锁 往地上一掌 扑通一声 这铁锁 往地上一跪 摩昂太子 一抱拳 大声 小龙已将此妖孽 擒禽祸 请大声发落 纵空低头一瞧 妖精啊 妖精 你说你舅舅 对你多好 把你派到这来历练历练 哪知道你为非作歹 抓我师父 抓我师弟 要咽老孙的脾气 我一金箍棒 就要了你的性命 算了吧 如今 看在敖家兄弟的份上 饶你一命 我说妖孽 我师父师弟呢 大圣 大圣大圣 多谢大圣 活命之恩 饶我不死啊 求大圣开恩 您把我放 把这铁锁取下 我回归水府 我把您的师父师弟 交还给您 活节证 话音刚落 太子摩昂用手一指 大圣 您可小心 这个孽畜 生性叛逆 最难管束 唯恐有诈 千万不能放着 沙河上在旁边一听啊 大师兄 大师兄 他那水府 我去过 我去救师父 摩昂太子 跟着这沙和尚 二次 沉入水底 来到黑水河神府 找到后头 一看呢 这猪八戒和 三藏法师 拖了个赤条条 绑在这儿正准备上 蒸锅呢 沙和尚和摩昂太子 一个人掺一个 把这二位救出水河 来到岸边 诸葛界一上岸 把自己九尺丁爬抄起来 妖孽 你还想吃我呀 你看我一怕 红红在旁边一来 人家都被捆在那儿 铁锁都穿了披补骨 你发什么威脸 行了行了行了 饶他一命 看在龙王的份上 算了吧 我说 太子爷 这妖孽可就交给你了 摩昂太子一看 大圣放心 您饶过他 我家父王也不能饶他 我把他带回西海龙宫 我家父王必然重重的惩治 惩治之后 我再来面见大圣请罪 行了行了行了 也甭请罪了 回去见着你家父王 替我道谢 那么 日后 我当面见着他 再拜谢 有劳太子 您回转龙宫吧 摩昂太子 带着这个陀杰 带着五百虾兵蟹将 游打水路 回归西洋大海 这个咱们书不细表 这一难就算了结 这是三十二难 叫黑河沉默 三藏法师站在岸边 一看 托尔曼 折腾半天 还在东岸呢 这怎么过河呀 旁边黑水河的这位正臣 走过来 圣增 圣增 圣增不必忧虑 有小神在此 就请圣增上马 小神 送圣增过河 三藏法师 方安认证 成化作祭 徒弟们 挑行李 牵马屁 再看这位黑水河的正神 使用神通用手一点 使了个足水之法 把这条黑水河 上游汁水拦住 下游汁水撤干 整个这条黑水河 河底见天 就变成一条通渠大路 黑水河的河神 在前的引路 把三藏法师师徒一行 一直护送过河 游打东岸 到了西岸 拱手而别 三藏法师 带着三个徒弟 任上大路 继续西行 再往西走 这一路之上 无非是积餐可饮 小行夜宿 披星带月 参风落雪而已 输啊 这就是有输则长 无输则短 那么这一冬天 唐僧师徒四人 参风冒雪 一路西行 没发生什么事 这一冬天过去 眼看着 春暖花开 早春二月 冰雪消融 草长应飞 到了春天 三藏法师 师徒一行 继续往西走 走着走着 三藏法师 骑在马上 就听见一种声音 嘿 嘿 这个声音 特别的大 就好像千军万马 呐喊的声音一样 震动天地 三藏法师 骑在马上 啊 托上来 这这这这 这是什么声响 诸布列挑着行李一听 哎 哪打雷了 师父 八成要下雨 打雷了吧 沙河上一听 不像打雷 哪炸山的吧 山崩地裂一样 猜什么的都有 孙悟空一听啊 嘿嘿 你们猜不着 大眼老孙看来 孙悟空 颠簸拧铃鸟 砰 纵身形 驾翔云 手搭梁棚 圆盪金睛 往远处 这么一瞧 往前一看 远远的 一座城池 孙悟空 搭梁棚 瞪金睛 仔细看了半天 这座城池 祥云矮矮 没有凶杀之气 再一看 这个城外头 也没有排兵固阵 也没有 惊奇锣骨 并不是两军对垒 哪来的 喊杀之声 这是什么动静 孙悟空 站在半旋空中 仔细这么一瞧 瞧听 这城池 城门以外 一大片隔壁滩 这隔壁滩上 大的粗实粒 细的沙子 这一大片 这个隔壁滩 中间 弯弯曲曲 夹着这么一条小路 虽然说 修出这么一条路来 但是毕竟是隔壁滩上 坑坑洼洼 坎坷不平 两边 大大小小的石头 夹着这么一条 洋长小路 再一看 这条小路 直通城门 离这个城门 很老远的地方 这条路 是一个大下坡 这个坡下头 孙悟空瞧见 有好几百号 这好几百号 都是僧人 全部剃着光头 穿着僧袍 可一看这僧人 衣衫蓝绿 就孙悟空拿眼睛 这么一瞧 少说了 四五百号 这四五百号僧人 孙悟空一看 这四五百号僧人 不是空手走路 干嘛 四五百号僧人之中 有这么几十辆大车 这车上满满灯灯 装的都是木石砖瓦 木料石块 建筑材料 这个每辆车上 都堆积如山 可想而知 这辆车 就这一辆车 多得分类 不是木材 也就是石料 这十几辆大车 好几百号僧人 这车呢 也没有马拉着 也没有牛牵着 全号这僧人 好几十位 在前头拉着 好几十位 在后头推着 将近 近百号人 弄这么一辆车 推着推 拉着拉 孙悟空一看 长早的这隔壁滩 这大厦坡这 这帮僧人 拉着这车 到了坡下子 抬头一看这坡 这坡 很陡 又是阳长小路 又是隔壁滩 坑坑派 要想把这 十辆大车 车上满满灯灯的建筑材料 拉到坡上 这可不容易 所以这几百号僧人 拉着这车 有的推 有的拉 一边拉车 一边喊 喊什么喊号 大家伙好使劲 一边拉着这车 孙悟空 站在半旋空中 远远的一看 哪来的这么些僧人 这是要修寺庙 难道说 没有苦力了吗 怎么让僧人 自己动手拉车 拉建筑材料 再一看 这坡好难上 这帮僧人 就在坡底下 拉着这车 嘿 嘿嘿嘿 有后 嘿嘿嘿 有后 骑心 河里 打车 拉 嘿嘿嘿 有后 嘿嘿嘿 有后 拉完一把 再来拉一把 把大家这喊呢 众空一听 是到了福尔加河了 哇 五百号人 一块喊这耗子 这个声音可就大 惊天动地 众空一琢磨 哎呀 这帮僧人 拉着这些建筑材料 甭弯呢 这是要进这座城啊 城里头 大概要修寺庙 怎么就没有苦力 让这些三宝弟子 受这么大的苦 拉车 这得费多得劲呢 这片隔壁滩可不好走啊 宋空正在看着呢 不明所以 再一瞧 尤打这个城门这儿 出了俩人 宋空站在半旋空中 一瞧 从城里头出了这俩人 是三清门人 道士打扮 两个小道童儿 这两个小道童儿 别看年纪不大 可是西着华丽 可不是一般的小道童儿 这两个小道童儿 头戴道官 金簪别顶 身穿锦绣的道袍 腰地丝韬 白袜云鞋 就这头上的道官 金簪别顶 远远的一瞧 光滑闪闪 身上穿着锦绣的道袍 叫霞彩飘飘 怎么这么阔气 而且白袜子 云鞋 就这白袜子上 一点尘土都没有 再往这两个小道童儿 脸上看 年纪都不大 长得呀 白白嫩嫩 又白又胖 这个皮肤 白中透红 红中透润 粉中透嫩 就是保养的特别的好 吃的也好 保养的也好 这两个小道童儿 穿的也华丽 白白胖胖 摇摇摆摆 从这个城里头 往外走 这俩小道童儿 往外这么一走 孙悟空看看 城门里头 出了这两个小道童儿 再看戈壁滩下头 这几百号 当然孙悟空一琢磨 哎呀 这两个小道童儿 衣着华丽 一看衣食无忧啊 再一看戈壁滩下 做鼓励的这些和尚 衣衫蓝绿 身上穿这个僧袍啊 补丁落着补丁 还干鼓励 脸上啊 面黄肌瘦 这平常啊 营养不良啊 孙悟空一琢磨 哈哈 哎呀 我早听说 西天取经的路上 有些地方 众道而轻伏 莫非我们师徒 到了这个地方了吗 别忙 我回去要面见师父 师父问我 我不明所以呀 我呀 打听清楚 问的明白 再回复我家师父 环布驰 孙悟空想的这儿 按下云头 摇身一变 他也变成个全真的门人 三清的弟子 头戴酒粮道官 身穿道袍 腰气水火自掏 也是白袜云鞋 怀中抱着鱼鼓 一边打着鱼鼓 一边唱着道琴 一边 奔这两个小道童儿 他就来了 看着这两个小道童儿 孙悟空变化成 这个游方的道人 单手打几掌 两位仙长 贫道骑手 这两个小道童儿一看 呦 这位道爷 您从哪来 二位小仙长 我是云游天下 路过此地 请问 二位仙长 我跟您打听打听 这城中 什么地方 好画园 能讨来摘饭吃 我说 这位道兄啊 您怎么说出 这样拜性的话来 二位仙长 怎么说我说的话 拜性 道兄 您到了我们这个地方 干嘛还 化园 还讨摘饭 二位仙长 咱们是出家人 手中没有银钱 要吃饭 不像人化园 不像人讨摘 咱们拿什么买 可不是这化园 我出来此地 人生地不熟 我向二位仙长 打听打听 这城里头 什么地方 能容易讨来摘饭 我好奔那去 道兄 甭打听 你到了这座城了 你就踏踏实实的 只要你进了城 上至王公贵族 下至贩夫走族 全都好道 就冲您这事打吧 您就是全真门人 三星弟子 您就是出家的道人 您只要进了这座城 就您这事打扮 随便找一个人 都能给您一顿 风风圣圣的斋饭 而且银钱短不了您的 您就放心 哎呀 二位仙长 但不知 这城中 为什么这么好道 岛兄啊 你云游四方 出道此地 不知道这里的事 我说说 你听听 我告诉告诉你 好啊 二位仙长 您说出来 让我明白明白 岛兄 这座城啊 我告诉你 叫做车池国 哦哦哦哦 孙空眼珠一转 哦 这地方叫车池国 对了 二位仙长 那这车池国 为什么这么好道 岛兄 你没听说过一句话 上有所好 下必甚言 就因为车池国的国王 最重信道家 所以 整个车池国 大男小女 贩夫走足 王公贵气 全都好道 你就放心 哎呀 二位仙长 这车池国的国王 为什么这么重信道家 岛兄 这车池国的国王 是我们亲戚 啊 国王是您亲戚 那国王也是老道了 那倒不是 国王不是老道 国王啊 跟我们沾亲 二位仙长 您这话我越听越不明白 怎么就跟您沾亲 别着急 我慢慢的告诉你 岛兄 这座车池国 二十年前 遭逢大汉 颗粒无收 赤地监礼 老百姓 家家户户 烧香求雨 可是谁也没有办法 到最后 偏降下来三位仙人 这三位仙人一道 求下来干淋大雨 解了老百姓 道悬之苦 这三位仙人 都是我师父 我这三位师父 大师父 叫武力大仙 二师父 叫陆力大仙 三师父 叫杨力大仙 这三位大仙 来到车池国 求来干淋大雨 解了老百姓 道悬之苦 国王一看 十分的欢喜 跟我家三位师长 拔败结交 称为兄长一般 所以 国王和我的师父 就像亲兄弟一样 你说 这城中能不好道 你就放心 你到城中有斋饭 宋公一听 二位仙长 三位师父 法力无边 那当然 那可以说 点石成金 呼风唤雨 撒斗成兵 法术大了去 二位仙长 不知道 频道我有没有缘分 我想见见您这三位师父 可以吗 算你找对着 我们小哥俩 是我三位师父 最要好 最疼的三个父 徒弟了 你找着我们俩 我们俩 已经见你近 不过呀 你先别忙 我们小哥俩 还有当差事没完 孙公一听 哎呀 二位仙长 出家人 云游四海 咸云野鹤 哪里还有差事 这两个小道童 用手一指 隔壁摊下 道兄 我们哥俩的差事 挪挪挪 你来看 就是这帮 松人